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市场里真的是没人管了 这么危险的料子都这样摆在这里卖 抽筋看一下有多分力 轻轻在手上这样滑一下 直接一道白印子就出来了 这个边角怎么卖的 开8000 这都薄成什么样了 还8000 给个2000问一下吗 什么样 不行 他想卖多少吗 太低了 他这上面很薄 手都出不了 只能做牌子的料子 他就当边角卖的 那当边角就出几个平安扣嘛 一个平安扣几百块 撑死了2000块 把镜头直着对过来看一下 看这个表面薄不薄 直接就可以切菜了 他根本做不了手朵 做挂件都够呛你这个 总倒是还行 有点冰味嘛 再给他加500了 2500 跟他说这种料子就当边角卖 做挂件也就这半边能用的 这边是有点黄色 但是这个颜色他带不上 在这个边缘的地方往下的话他这个厚度就不够 他说要卖4000 4000就给他放下了 4000哪里看得到 你跟他说不要觉得透 他透是因为薄 你这一大截都用不了 只能用这旁边一段 3000了 不跟他磨了 老板说你一爽块他也爽块 3500 爽块还要3500 差着500块 跟他磨也不是 不磨也不是 跟他说3000加个10收 310收的话差不多200块 行吧 不差那几百块了 行行行 让你拿回去大转 转回去了 边角已经拿回来了 咱们现在一起来研究一下 今天这块料子跟大家提前说好 如果是真的做成挂件的话 3000多肯定是有点冲高了 但是这种种水如果是能够做得出来一条手镯 轻轻松松卖个五六千是没有问题的 来 咱们镜头拉近起来看一下 那这个料子有个什么特点呢 首先就是它肿水头和冰头 像目前这种水头的话就已经到白冰的一个肿水了 那其次的话就是整个内部也特别干净 一点棉团杂质都没有 而且连纹裂都没有 那缺点的话就是边缘这一段的位置了 咱们换个角度从侧面去看 整个厚度跟刀片是差不多的 但是咱们翻个面它马上就不一样了 它料子的形状是从上面比较宽的地方 慢慢渐变到底下比较窄的地方 所以这个料子咱们怎么去处理 边缘这些比较薄的地方咱们全部给它切掉 直接就不要了 只留中间这一块能用的地方 如果做正圈的话 这个圈口肯定是不够超出来太多了 放一个贵妃看一下 你看这样放上去是不是就可以做 刚好压着边缘这条线的地方 那因为材料限制的原因呢 咱们最终做出来的手镯厚度肯定是比较薄的 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美人条 那这块料子呢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拿到机器上去把它压出来 看看能不能让这块料子三千变六千 走 面角料理加工的手镯已经回来了 整体干净通透 纯白的底子里透着淡淡的荧光 冰透干净上手减铃 大家觉得这个手镯起货涨了吗